这是白天的环剑湖 上面写的什么字 是不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 还是不要忘了阶级斗争 这种魁梧有力的东西 第一时间 首先让我想起了那个年代 第二时间 就让我想起了 把那个美帝国主义啊 或者什么都画得那种很猥琐的样子 可能有一段时间 把这个越南人在中国的宣传画里边也画得很猥琐 所以这个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这个就是他们那个BIDB的银行 2号88号11币 真的不好找啊 这个是8币 往里边找 找个8币 8币22币应该就是这家的吧 这个老太人生意这么好吗 这碗粉有点贵 50吨 17-18块钱 当然这是景区吧 旁边的这个是越南的网吧 19村的显示器都在打网游CF 然后机箱在头顶上 防止铺垫 车过这个桥去到河边 这也太危险了 后边都是车 这个桥上都没有人行到 还是这条路本来就很拥挤 所有的车都以同样的速度 再往前冲 这地上都是掉到碎片 听不懂 这是什么 201010到2010一千年的东西 我在地图上看的 那我不了解这个是什么 反正就是走错了 那个地方还完全是过车的 不允许人通过 而且还根本不是人走的地方 所以我应该是选错了路 再往下一条走吧 又来到一条越南的城中村 总之在越南 把这个车快的 我都不知道该往哪边躲 很难静静的享受一下时间 耳朵里边一直是喇叭声 滴滴滴滴滴滴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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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哎呜好吵 路过一个操场 终于安静下来了 这是越南孩子在踢足球 你就很难想象 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里边 足球踢的跟中国一样水平 那老鼠 这地方还有老鼠 就这么一个质量的篮球场 网子都破的不成样子 这是托尼老师剪头发 我以前以为是猫店 托尼老师剪头发 这个季节还卖西瓜呢 而且染粉红 听不懂 听不懂 我尝一下 快买 太多 太多 一点一点 他们今晚吃了一块西瓜 很甜的 很难 很难 有时候也不能服务 人家越南人很讲究你看那个墙上这个画 墙上这个画这个画啊 3D三维立体画 都是拿那个小瓷砖贴起来的 这玩意就不知道画的 唐僧还是啥 这是龙龙龙龙中赛 然后自己下台这是许仙和白娘子 武龙武师还是武龙放风筝 然后在这在敲骨 画画的很 很有特点 这些人过马路 丝毫没有让人的任何迹象 你只能硬闯 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你不看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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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太难了